今天要来讲的是CSS的Skeleton 要怎么样来达到这个Skeleton的效果 Skeleton意思就是说,要是我们今天网页 一开始进去需要载入一些内容 例如说你可能去取得别人的API 然后拉回来做一些处理 那这当然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但你不可能让使用者看到说 一个空白的网页画面 因为你没有做任何处理 然后再等API回来 才把它知道显示在画面上 如果你让使用者看到空白的画面 并且是有点久的话 就会降低使用者的体验 所以许多网页都会去做Skeleton 那它的效果就像是这样子 就是像是,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两张card 然后这个位置就是图片的位置 然后title文字等等的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那我们今天做完的话 大概会像是这样子 那这边一样讲一下 这个程式的原始码 也不是我自己写的 那这个原本参考的影片 我会放在这个YouTube的说明栏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原本的影片 好,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OK,那你可以到我的笔记这边 把这一段HTL先复制下来 然后贴到你的档案面 我们现在有三个档案 index.htl 然后index.js 然后一支CSS档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支HTL档案的架构 好,这边你会看到说有一个DIV 那它的class name叫Grid 那它等一下会来干嘛 我们在JavaScript的部分再讲 好,那你会看到说有一个 Template的这个标签 那它是干嘛用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画面 那它说我画面中完全没有任何的元素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样式 这是因为呢 这个Template的标签呢 它预设的Style是Display None 它不会显示在画面上 那它可以干什么呢? 我们先来想一下 我们等一下在写JavaScript的时候 可能要去动态去读取 去读取这个HTL的标签到我们的画面上的话 那我们是通常都用什么 InHTL 或者说先用CreateElement 然后之后用这个Append的方式 把它显示在我们的画面上 大家今天有一个另外一个做法 你可以把你等一下 要复制到 或者说在画面上显示的HTL标签 用JavaScript写的这个HTL标签 先写好一个样板 然后在你的HTL档案里面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用Done的方式 去取得这个Template的这个标签 然后之后再用它的Chrome方式 去取得里面的这些标签 然后再把它显示在画面上 所以我们等一下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我们会把这些标签 这个Card这边开始到结束 贴到 用Append的方式 Append到这个Grid里面 所以会像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贴三段 然后储存 然后到我们画面 OK 就看到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Skeleton的这个样式 那现在我们来讲解CSS的部分 那其实CSS的部分其实蛮简单的 上面这一段是Skeleton的动画 那下面的话就只是单纯的排版 所以我不会去特别讲 我们就讲上面这一段就好了 首先是它这个Opacity Skeleton的Opacity 它设定为0.7 然后这边有一个Animation 是Skeleton loading 然后是1秒的时间 那这边是无限播放的 然后并且是来回的播放 所以你不会感觉说 动画播到100%之后 然后直接从0%又开始 不会它是这边有设着一个来回的 然后这边就只是单纯的排版而已 那动画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说 诶 这边它0%开始 就一开始初始化的时候 是设定为70% 然后慢慢的到100% 再把它变 比较高一点 比较高到这个% 所以你会感觉到说 一开始它这个颜色是浅浅的 然后又突然变得深一点 所以就会让使用者感觉到说 诶 现在这个部分 这个画面还在载录东西 所以需要等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 那CS这个部分我先关掉 那现在就换到我们 Jobasquid的部分 那我们等一下要把资料 显示在grid 这个class name 是grid 这里 所以我们先把这边都移除好了 然后我先去取得这个dum节点 constgrid 等于document.queryselector 然后class 然后这个 这个template也要去取得 所以去取得这个ID 那我们现在去取得这个template的标签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它的这个方式 template.content 然后点 chrome node 然后设计为true 它就会帮你chrome一份 我里面的这个标签了 那知道可以chrome标签以后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我们这边用一个fold圈 然后它跑两轮 然后这边我先去测试一下 我们在append 在grid里面去append资料 那append就是我这个 复制出来的这个标签 content 然后点chrome node 然后设定为true 然后储存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画面 就看到说目前画面有没有 就有两个skeleton 就有两个car 然后有skeleton的样式 那因为它有跑两圈嘛 那这样确定说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成功的复制我们的标签了 那现在我就要去取得人家的API资料 然后把它显示在画面上 所以我复制一下 我会用这个json placeholder 的这个post 把它复制一下 那我一次的这个request 就只取两笔post出来 在这边fetch.url.declate 这边只是去取人家API资料 然后把它解析成json而已 然后这边叫post 把它console.log 然后把它console.log出来看一下 确定我有真的取到 OK 那看一下我们画面 这边确定没有问题 我取得到这个文章的这个资料 这边有这个body 有title OK那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做的事情说 我们在取得资料以后 确定取得资料以后 在这边去做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先去清空这个grid 因为你看一下 它目前还是有roading的这个画面 所以我们要是取得 已经确定取得资料了 我们就要把资料放上去 去取代skeleton 好那要怎么做呢 我这边先把它清空 用innerHTNL的方式 innerHTNL 然后直接把HTNL清空 再来就是我们去 把我们读取到的文章 我们每一笔 把它用Foreach 这个function 把它读出来 去取得里面这个 刚刚看到的 Title 还有这个body 好 那这个Foreach里面呢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一样 要去chrome一份 这个skeleton的这个档案 这个架构 好 所以这边 template 点 content 然后点 chrome note 然后true 先把它chrome一份下来 因为我们要去 把我们取得资料 放进去 这个skeleton里面 所以当然 也要把它 再去chrome一份 好那这边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标签的格式 它这边有放一个data 然后dashtitle 还有一个data dashbody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 取得这两个标签 然后去往里面塞 资料进去 去把资料读进去 那要怎么做呢 直接用div 然后queryselector 然后data-title 点textcontent 把这个文字盖过去 那我们刚才的这个文字 就是我们title title 那边一样 把body 给盖过去 把我们取得新的这个资料 把文字给写进去 好 那取得完 写完以后呢 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把我们 建好新的这个资料 新的这个标签 把它append到我们的grid里面 所以看一下 grid.append 把这个div资料 append进去就好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储存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画面 好 就看到我们的资料 已经成功的有被 读取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重新整理一下 其实看不太到效果 因为它读取的速度非常快 我们只是 去拉两笔资料下来而已 所以我们这边 把网路速度调慢一点 在network这边 这边有一个箭头 disable cache的旁边 我们把它调成slow3g 然后重新整理一下 这次就会读取比较久了 这样才看得出来效果 好 稍微等一下 它现在在读取的时候就显示skeleton 那因为图片的部分 一定是会需要读取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图片部分通常都是 还会在跑skeleton 最后一个才会跑出图片 稍微等一下 OK 没有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样一个方式 教大家说 怎么去制作你自己的skeleton 当然今天是用这一个card的方式 那你自己也可以去 写你自己的css 然后把它稍微改一下 OK